是一种品味 也是一种趣味 想象力的无限延伸 创意生活Life Design 阿呆你知道我现在要去见一个客户吧 资料都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的老板 真的吗 不要像上次那样哦 你给我的随身碟里头 居然还放着一张你的自拍照 诶 客人看了都笑歪了啦 想说这哪里来的天兵啊 不好意思啊老板 都怪我妹阿瓜啦 说什么要把我介绍给她朋友 就把我的照片放在随身碟里面 带去给她朋友看 我也没有仔细检查啦 反正所以就这样咯 算了啦 事情过了就过了 一切是无法回头的 老板你放心 自从那一次的事件之后 我已经是痛定思痛改过上善 把仔细两个字写在我的座位左边 把小心两个字呢 写在我的座位右边 横批发粪图墙 这次的准备过程是战战兢兢 绝对不会再让老板丢脸了 所以老板你放心吧 好吧好吧 你都这么敢打包票了 我就相信你这一次哦 那么这一次的客户啊 可是重量极的 你老板我啊 瞧时间是瞧了好久 才终于有机会见一面 希望这一次的见面呢 可以留个好印象 好了好了 不说了走咯 是 恭送老板 呀呼 老板出门了 家里没大人 嘿嘿嘿嘿 那现在要先做什么呢 是看漫画还是要打电动呢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喂你好 搞什么啊 居然拿到滑鼠 喂你好 喂阿代我是老板啦 老板 是是是 怎么了吗 我不是有跟你说过吗 把今天跟客户见面地点的 确切地址写给我 啊对哦 那老板我现在告诉你 你这样说我不知道啦 而且现在外面下大雨 听不太清楚 你把名片啊拍下来传给我好了 快快快 今天客户很重视手时哦 不能迟到 好好好 老板你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哎呦怎么这样啊 也太衰了吧 赶快拍张照片给老板 喂老板 我拍好了刚传给你咯 拜托 你拍这什么鬼东西啊 晃得要命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耶 哎哎哎 你能不能发挥出你自拍的潜力啊 还有阿呆 你已经浪费我十分钟的时间了耶 这次跟客户见面要迟到了啦 你看该怎么办 天哪我完蛋了 谁可以教教我啊 嗨我是点字王爱蒂儿 爱蒂尔 想要把纸本讯息 及时传送出去 却发现用拍照的方式 不太管用吗 或者是拍了照 却发现颜色啊光线的感觉 已经跟纸本 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告诉你 现在啊市面上已经有 Eye Scan Air 行动式无线扫描器咯 它是一款专门为行动组 所设计的扫描器 不需要透过WiFi基地台 不管在哪里 它都可以进行点对点的连线 将扫描文件或是照片的讯号 直接传到您的行动装置上面 储存浏览和分享 是行动组出门在外的 最佳行动良扮哦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 创意生活Life Design的单元 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可以多多的运用一些创意 就可以把很多的不方便变得方便 那今天在空中呢 我们非常高兴就邀请到的是 红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产品行销经理 黄崇星黄经理 来跟我们介绍一个 非常方便的产品哦 它叫做Eye Scan Air 行动式无线扫描器 我们先欢迎黄经理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黄经理你好 现在这个科技真的很厉害哦 科技加上创意真的 一大一 一加一大于二啦 对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产品 它叫做Eye Scan Air 行动式无线扫描器 现在扫描器也可以无线的 很方便哦 没有错啊 嗯对它这个功能是可以完全 就是cover掉我们传统 这种桌上型的扫描器的吗 这是一定的 应该讲说 几凡过去各位应该知道说 传统扫描器它就是 很笨重 对 很占空间 而且一个 让使用者很困难的地方 传统的扫描器 可能要一些设定 一些很复杂的设定 那如果说 居然说一些对一些 比较没有电脑概念的一些连张者 是 那可能要一些 扫描一些家里的一些老旧相片 嗯 甚至一些简单的一些收据 嗯 那可能就是要麻烦一些 孙子辈啊 还是比较年轻人 帮他做一些设定 嗯嗯 那我们这种的无线扫描器 其实就是我们要刻意去 打破传统扫描器 这种这样的复杂设定 尽量把它简单化 嗯 即使一些普罗大众 一些比较 电脑概念比较弱的一些连张者 嗯 它也可以轻易的使用它 对都是可以很方便使用的 对对对对对 对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名字有个亮点叫做无线 那它这个无线 它是用什么方式去连线的呢 嗯 我们所谓的无线 应该分成两种 嗯 一般各位听众如果说 讲到无线扫描器 可能会认为说 无线扫描器可能就是 办公室一定要一个 无线的一个 这个基地台 一个基地台 嗯 那这样才可以跟这个 扫描器做为连线 那我们Mustic and Air 这个应用一个很特别的连线方式 叫Wi-Fi Direct 嗯 Wi-Fi Direct 就是可以跟这个 智慧型手机做连线 因为我们想到 一般的这个 传统的小描器 你把它扫进去之后 好像还要进入它的一个什么 编辑的一个第三方 没有错 但它这个不用对不对 没有错 它直接就进入手机里面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对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一遍 OK 嗯 我们这个Eye Scan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除了它可以 无论在任何地方 跟你的手机平板做连线之外 嗯 它可以把你的档案 直接 就直接储存到你的平板电脑 嗯 甚至你的智慧型手机 嗯哼 那它会存在哪边呢 就直接储存到你的手机的 这相机胶卷里面 哦 就是你平常拍照 然后相片存在那个地方 使用者根本就不需要去改变 它原有的使用习惯 行为模式 嗯 这是我们刻意要打造的一个东西 哇 真的听起来好方便 这个跟智慧型手机结合 就真的一切都非常便利了 对 对那这个智慧型手机 我们有很多牌子 比如说Apple啊 像这个HTC用的Android跟iOS 这些全部都是通用的吗 通用的 嗯 因为讲说我们这个Eye Scan 是目前市面上唤售唯一一款 可以支援市面上多重的作业系统 嗯哼 比方Apple的iOS 嗯 Android Google的Android 甚至连微软的smartphone 嗯 甚至Tablet 嗯 甚至你传统的PC 嗯哼 MacOS 苹果电脑 我们全部支援 全部通用 对 你这个有一台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不用再买其他的驱动绳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多省事啊 传统的扫描器 可能就是说 嗯 你还要担忧说 啊你买回来 支援这个系统 嗯哼 即使你买这个Eye Scan 其实把这些 担忧的地方 嗯都解决掉了 对那这个会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早期会用这个扫描器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相片 还没有办法 连接到电脑里面嘛 但是现在数位相机 其实非常的发达了 就是 黄静你觉得 就是这个扫描器 它的这个独特性是什么呢 OK 嗯 这个我可以大概解释一下 嗯 各位 我才知道说 目前的相机 每一个手机 少说就是几百万画素 甚至上千万画素 嗯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那有是不是相机就好 对啊 拍照就好了 对啊 其实其实 真正会玩影像的人 嗯 还是你真正要做一些文书备份的人 嗯哼 扫描器是一个不可迫切的 没错 我举例好了 我们一些 看看一些 很漂亮的杂志 嗯 杂志是不是有一些 上光 表背 户背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翻拍这个杂志 很漂亮 要想把它背顺起来 你又没有翻拍设备 嗯哼 其实呢 很会发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很容易反光 嗯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翻拍一个名片 你可能把你桌上一些 没有必要的背景都拍起来 嗯哼 那其实我们这种Eye Scanner 它应用一个很好的技术 它可以把你扫描东西 直接去背 直接去背 而且不会受你环境的光源 所影像 对它就像是原图一样 文字就是很原图这样子 嗯 联工不毛的呈现 嗯 对这个玩影像的人 对影像的解析度一定非常要求 对对 如果你用这个Eye Scanner的话 就完全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没有错 画面非常的清楚 没有错 嗯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其实它的 如果是无线的话 好像通常我们就会去想 它的这个携带方不方便吗 对 来跟我们讲一下 它的这个重量跟大小好不好 OK 我们这个Eye Scanner也是业界最轻的 它只有大概580克而已 哇好轻哦 对啊 那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内建高容量的锂电池 嗯哼 你先想说 你今天如果一个业务 你是一个从事业务人员 嗯 你可能一天多要在户外 拜访客人 嗯 那你可能会担忧说 我们电池不够电怎么办 因为我们这个是高容量的 它如果充饱电 它可以联系少约400张次的A4分件 哦 我想这样的一个数量 绝对可以cover目前的一个业务人员 嗯哼 外出的一个需求 嗯哼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 就是红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行销经理 黄崇青 黄经理跟我们介绍的这个产品叫做 Eye Scan Air 行动式无线扫描器 我们再一次感谢黄经理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那创意生活Live Design 我们下次再见 创意生活Live Design 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让生活充满创意 打造创意生活